为了推广幸福台酒线花东客庄产业发展与通路推广 整合花东客庄的有机或无毒农特产品 客家委员会29号在花莲瑞穗天河国际观光酒店举办 幸福台酒线客庄品牌及联名礼盒发表会 而这一次和花东客庄十家产业联合 开发出四款礼盒以及与瑞穗天河国际观光酒店合作设立 幸福台酒线客庄严选专柜 逐步行诉幸福台酒线客庄区品牌展新形象 加深了大众对于花东客庄产业的了解 为当地社区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每一款产品都能看出各地方的特色 这是这一次客家委员会和花东客庄十家产业联合开发出的四款礼盒 特地在瑞穗天河国际观光酒店举办 幸福台酒线客庄品牌季联合礼盒发表会 我们这一次推出了所有的这个礼盒的产品的组合 那不管是百大青龙或者是有机的认证 其实都是因应我们花东重谷这么好的 这么自然的环境跟条件所产生出来的这个产品 幸福台酒线区域品牌的精神就是以合作代替竞争 扩大客庄品牌的知名度和提升产业的市占率 藉由一业结盟合作方式达到相互加成的品牌效益 369客庄我们刚刚说除了浪漫台三线 讲讲六队 其实在花东重谷其实就是我们幸福台酒线 幸福台酒线是我们另外一个在台湾 一个非常重要的客家族群这个群聚的地方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发挥在地的特色 让不管是台湾的乡亲朋友或者是国际的朋友 都能够有机会认识我们客家的族群 在特别在这个花东重谷这个区域里 这次发表会邀请到客家景举歌手徐士会 知名演员张翰担任幸福台酒线品牌形象大使 后续将由食素油构型等面向逐步推动 让民众可以更深入体验幸福台酒线客庄 记者高双双瑞学乡采访报道